在新屋路上有一个公车站牌叫做深账板 不过根据新店文史志工踏查后发现 深账板这个名称可能是因为音译的关系有所错误 根据日志时期的命名 这个板字应该是土字旁而不是木字旁 新屋路上有一站牌叫做深账板 就位在驱池里境内 这个地名的由来 有一说是日志时期 名政长官后腾欣平前来视察时 有感而发所命名 不过根据文史志工调查后发现 现在站牌所写的深账板 应该是错误的写法 和日志时期当初的命名有所出入 这个板通常是土字旁的反 土反 土反日本人比较喜欢用 它是指山坡的意思 所以正确的名字应该叫做深账板 是土反的板 在驱池当地 深账板还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过去居民从小粗坑渡口 沿驱池古道挑弹 走到山顶时 会将被重弹压的弯腰驼背的身躯挺直 就像一块长长的板 因此将这个地方称为深账板 记者生平站门奇心店采访报道 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